VG的觀眾大家好,我是Van仔 今天極速開箱又不斷為大家介紹Logitech的全新入門Gaming鍵盤G413 Carbon 相比它自家的G610系列,Logitech G413就操控更加窄身的無邊框設計 還有拉絲鋁金屬面板,灰黑配紅或銀色配白色的外型都是相當搶眼的 雖然是入門的東西,但設計仍然提供LED調整和呼吸燈的特效 作為入門的機械軸鍵盤,G413就操控自家的ROMA-G軸性 雖然沒有青軸的啪啪聲,但勝作觸發的鍵程比較短 手感類似茶軸,對於用開茶軸的玩家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由於G413是一款標準104K鍵盤 在不達任何額外按鍵的情況下,可以利用FN鍵提供多媒體功能和Game Mode 如果配合LGS軸鍵,還可以將FN鍵和FKey互換 而F1-F12還可以當成巨集鍵 可以模擬安鍵和巨集之餘,還有文字輸入 巨集方面,除了基本延遲以及loop設定外 也有後期插入滑鼠的功能,足夠滿足巨集的需要 Logitech為了照顧面題玩家的需要 G413就保留USB HUB設計 加上在底的引線孔,就算接播耳機也算是相當方便 另外Logitech還附送了一套遊戲專用的鍵帽 這套向落落入的鍵帽,可以令手指更加容易咬住按鍵 配合鍵盤的腳架,按鍵層次更加強,令操作更加準確 最後提提大家,首批的G413 Carbon就會送一隻G402滑鼠 買完記得拿單日再WhatsApp等送貨 另外不同的分銷箱亦都有些價錢換購G403 以及G502優惠,自己留意吧 這次的介紹就到這裡,如果覺得這條開箱片有用就按個Like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和讚好Facebook 我們下次再見